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伙人遭到海贼团的袭击 他们该如何救回家人同伴们呢? 故事开始 海贼团老大亲自家储 做了一档牛排给爱丽莎 这举动显然就是要释放善意 只不过哪里有人这样强行 如走人家 还装作没有一回事啊 你感性吗? 反正这老大有一点像山寨版的尼根 相信人就是资源 选择继父是为了他的才能 选择爱丽莎嘛 纯粹就是因为杰克强烈要求 随后 爱丽莎趁着没有人的时候出外探索 结果发现自己身处一艘 靠在码头的大船上 顿时惊呆啊 她还没有来得及回过神来 就被突然冒出来的杰克给带走 以一名绑匪来说 杰克也算相当好人了 看得出应该是真心喜欢爱丽莎的 不过啊 她还暂时不敢背叛老大 只答应爸妈查一查 到底爱丽莎在大船上的家人们是否安全呢? 他们并不知道啊 此刻船上的团队不仅安然无恙 而且还成功地抓住了怪兰兰 大半条铁棒刺进身体 竟然还不死 也算大命咯 接下来套取情报的工作 自然落到了丹尼尔的身上 他先是简单地处理伤口 免得他太快狗带了嘛 毕竟他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筹码哦 面对怪兰兰的各种挑衅与恐吓 丹尼尔始终保持一点淡定 这么多年来啊 这种让他可见多了 越是害怕死亡的人 越是多话逞强 而真正可怕的二人啊 从来就不会说自己有多么的可怕 在短短的几分钟内 丹尼尔便从怪兰兰的叫嚣中 得知几个重要的情报 首先啊 海贼团总共有12个人 五艘船 然后最重要的是 怪兰兰原来是海贼团老大的亲兄弟啊 随后 匹孩克里斯提出 要帮忙看守怪兰兰 丹尼尔大概就是希望 这匹孩能够有所成长 于是答应了要求 条件是 只要能够在门外禁手 千万不要与人质有任何接触 哎 怎么就是给人一种不好的预感呢 紧接着 丹尼尔把得到的情报告诉麦妈 只要在雷达上找到五艘船的队形 那就能找到海贼团咯 哎 不过问题来了 前往墨西哥的时限即将到来 一旦错过时机 他们就无法跨境 跟班路易斯为此慌张不已 索性 冰死的黑男在不久前 被麦妈救起 牵了一个人情 于是 答应花半点时间救人 好吧 那就来说说确切的计划呗 麦妈打算 用怪兰兰来进行谈判 如果失败的话 就用武力 靠北哦 听到跟班路易斯都傻眼了 这到底是什么天才计划呢 更糟的是 麦妈还不准孩子们上场 即使丹尼尔与众心肠的劝告也没有用 看来 麦妈始终不明白 在末日的世界里 早就没有成人和孩子之分了 不过 麦妈之所以会这么生气气 也并非毫无缘由 上一回 黑男偷偷让尼克下海执行任务 虽然后来阴差阳错救了整艘船 但仔细想想 这任务简直就在玩命 从黑男的立场来看 尼克懂得在这乱世中来去自如 充分地发挥潜能 然而作为一个母亲 麦妈曾经见识过 尼克毒瘾发作时的病态 而如今她脸上渐渐浮现同样的神情 只是这一次 她上瘾的不是毒 而是飞险啊 好了 故事回到海盗船上 杰克正在向爱丽莎发布任务 也就是在雷达上寻找下一个目标 然后再用无线电影他们上钩 正如当初杰克联络爱丽莎那样 作为曾经的受害者 爱丽莎显然不喜欢这个岗位 但至少她享受自由 同样被绑架的继父命运就没有那么好了 之间她被囚禁在一个铁笼里 而负责监视她的女生似曾相识 竟然是不久前被黑男放生大海的亚洲女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亚洲女开始叙述起 被放生过后的不堪回忆 当时可怜的小胖因为缺水 伤势变得严重 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 亚洲女只要忍住悲痛 轻松把小胖给吓死 之后 就在亚洲女濒临死亡之际 海贼团的人路过救走了她 而作为回报 她提供了阿比盖尔号的情报 这也就解释了 明明爱丽莎也没有透露多少事 海贼团却对游艇上的人物名称了如执掌 虽然说 基夫并非狠心砍断绳索的人 但在某种程度上 他确实遭受了这种结果 实际上 自从末日开始 基夫便一直克制 不让黑暗面侵蚀自己 因为他知道一旦陷入其中 他将无法回头 当时在军事基地 报答下事便是一个证明 对于亚洲女 被逼杀死同伴的痛苦 基夫何尝不明白呢 毕竟当时孩子她妈 就是亲手开枪杀死的 听了基夫这番诚恳的忏悔 亚洲女总算稍微的释怀 只是伤害已经造成了 再说什么也没有意义了嘛 话说此刻 埃丽莎在雷达发现一艘船 正在靠近他们 杰克似乎察觉了什么 神色变得慌张 埃丽莎这才得知 这艘船正是阿比格尔号 但问题是 海贼团的老大曾经答应 要把剩下的人送上岸 根本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返回 埃丽莎误以为人家已遭毒手 直接暴怒疯狂开打 眼看喜欢的妹子如此生气气 杰克最终答应 一同想办法逃离 算是正式背叛的海贼团 而逃离的第一步 显然是先找基夫了 可惜啊 两人之间隔着一个铁笼 基夫还是无法逃离 在了解情况后 他要埃丽莎自己先逃跑 不要为了对方等来等去 因为按照电影逻辑 他们最终只会抱着一起死哦 虽然这个是电视影集 可是还是一样的惯例哦 回到游艇上 克里斯寸步不离地走着人质怪兰男 作为一个称职的屁孩 他肯定会搞一点蠢事 不然心里会不舒服啦 他把丹尼尔现前嘱咐当耳边风 开始透过房门与怪兰男说话 对方不断地挑拨离间 说什么基夫总有一天 会为了新家庭而抛弃他 这么明显的鬼话 应该就没有人相信啦 那你就太小看咱们的屁孩克里斯了 好在你一个及时出现 这才阻止了怪兰男的计谋得逞 与此同时 麦妈等人来到了海贼团所在的码头 但是什么忙也没有看见 不禁怀疑是不是来出了地方 只有在这个时候 无线电传来了海贼团老大的声音 随促挂来拿动作快点 殊不知啊 回应无线电的却是麦妈 并开出了一个小时后 交换人质的提案 哎 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 海贼团老大唯有接受的条件 至于由谁来完成这项危险的交易呢 尼克自告奋勇 结果秒被拒绝 麦妈可不能让尼克的危险你越陷越深 突然啊 下方传来一声枪声 看克里斯一脸恐慌 果然又闯祸了 他声称啊 受伤的怪兰男快要失变了 因此被逼送他归西 这下糟了 交换人质的筹码给克里斯这么一回 还能交换什么锚啊 尼克和小丽清理案发现场时提到 怪兰男根本就不可能那么快失变 但事到如今 再追究也没有什么用了 爸爸没有想到啊 这时怪兰男突然活了过来 原来啊 克里斯射偏了脑袋 唉 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 尼克第一反应想要干掉怪兰行尸 然而却被丹尼尔给阻止 看来啊 他是想到了什么好办法哦 画面一转 只见丹尼尔把怪兰行尸给捆绑起来 再戴上头套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死马当活马一的策略吗 不管怎样 交换人质的时间到 慢慢戴着行尸 登上快艇准备出发 尼克再次毛遂自荐 再次感到拒绝 母亲给出了理由是 就因为你想去 所以更不让你去 好了 海贼团这边也一切准备就绪 听老大的口气啊 他也没有打算要耍赖 就纯粹想要救回弟弟 此刻不知情的 艾丽莎甩开了杰克 冲去监狱 却不见继父的踪影 好死不死 还遇到那讨人厌的孕妇 靠北哦 事到如今 大都婆也没再屌了 艾丽莎一个武力制服 把孕妇给反锁在监狱里 傻白甜也不是好欺负的哦 故事的最后 来到了交易地点 怪兰行使很配合地保持安静 直到人质交换完毕后 他才突然间醒过来 把海贼团老大的一块肉给咬下 麦麦和季父则一边与敌人搏斗 一边趁乱逃跑 艾丽莎在远处目睹全过程 正要逃离之际碰上了杰克 杰克露出小国可怜楚楚的眼神 苦苦地挽留钢交的爱人 所信的是 艾丽莎不是智障 最终果断地滑下甲板与家人会合 留下心碎的杰克 而这一集就这样结束了 靠谣哦 最后这一幕真的是不得不吐槽啊 到底有谁会选择抛弃家人 投靠绑匪呢 不管怎样啊 这一集我们看到两个人物的心觉 一个是艾丽莎 一个是麦妈 先说说艾丽莎吧 在无助的情况下 她成功地利用聪慧 以及一点点的眉色 煽动杰克 帮助自己解困 这些都是能力上的心觉 但真正重要的 其实是心态上的心觉 虽然不能够完全断定 但她似乎渐渐脱离傻白甜的形象 即使受到了杰克的帮助 却也不再相信她 实在是可喜可贺啊 但愿日后会变得越来越沉稳 千万不要圣母表并发哦 再来说说麦妈吧 一个实例会因为家人而暴增的母亲 在家人不受影响的情况下 她往往也是圣母表一枚 可是一旦家人遭遇到危险 她就可以不顾一切道德轮离什么毛的 只为了要确保家人的安全 这种设定有的观众 或许会认为很自私 但个人认为非常贴近现实啊 母亲不都是这样的吗 至于其他人物嘛 尼克无所畏惧正常发挥 黑男和丹尼尔两大有哪人物 也是正常发挥 而且经过这一议后 每个人的关系仿佛变得更加密切 到了紧急关头 平日只顾自己利益的他们 还是愿意伸出援手 有种莫名的感动啊 再来就是小利 一样毫无存在感 以及咱们的屁孩克里斯 便秘的情绪 假设坑店的行为 完完全全是正常发挥啊 不管怎样 一人总算打败了海贼团 只是眼前还有一个难题 正在等着他们 跟班路易斯身上的钱啊 只足够带一个人 划进到墨西哥 但如今游艇上 突然间多出7个人 他们该如何是好呢 就让我们期待下一集吧 今天就说到这里 喜欢解释的话 记得点个赞 还有订阅频道 并且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Bye